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三位异作 要带大家来探讨近日来 我们基隆市的有感市政施政 以及热门议题还有未来发展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安乐区市议员于三发 主持人小军好 伟丽姐跟我们市议议员 还有电视机前前的所有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宇三发议员 发哥好 第二位是我们中山区市议员宋伟丽 小军好 还有我们发哥 以及我们市议 还有前面的我们观众朋友大家好 伟丽姐好 第三位是我们新议区市议员韩市郁 小军好 我们发哥伟丽姐 以及我们观众媒体朋友们大家好 市郁好 要先带大家来关心 就是最近大家很有感的一些市长的施政 像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行人友善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 光是在数据上就可以看到 就是金融市的导案统计 我们的交通事故率减少了106件 行人死亡率降低了50% 也就是一半以上 那我们要先请教发哥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有些监视器感应器探招针的配置也获得很多民众的好评 是的因为我们往年来一直在苦恼说我们的监视器不好用或是故障或是有些是摆好看的而已 那这么大的预算这么多的浩大的工程我们后来跟市长有做讨论过有做建议那市长有也他也举办了里长汇报之外他另外又办了领长然后他又办了一个市政说明会到基层去走他发现到大家确实对监视器有非常大的需求他也亲自下去做推广那以目前来讲安装的状况蛮不错的而且蛮踊躍的就是我的门口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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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要提供我的WiFi跟那个一个月一二十块二三十块的这个电费然后政府补助你去去装一个监视器那现在这个监视器很简单所以现在我们基隆的监视器的普及率一直在往上攀升到时候我们到处齐楼都是都是感应大灯都是监视器那我想我们的治安一定会在全国算是一个指标性的一个一个限制是那市域这方面是不是很多民众也觉得这样 变很安全这个部分的话他主要的话都是在我们巷弄之间嘛那巷弄之间的话其实常常都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乱丢垃圾啊或者是一些甚至于说随地大小便的一些状况那我们这边的话也有这个具体的这个案例就是说有透过我们民众跟我们市政府申请这个监视器跟感应大灯以后 本来是比较属于脏乱点的地方现在呢有卓越的去改变了当地的整个环境整洁所以这个对于这个李林之间来说的话绝对是一个利多 那这个的话也是有助于我们治安方面的这个等于说呢让大家呢比较可以遵守法令 而且让萧小呢不至于说呢到处的乱亂做事这个我觉得说蛮好的 尤其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监视器现在的整个的普及的状况的话其实是蛮多的 而且很多的李林大家都有再去做一个申请 那当然还是推广方面的话还是需要再加强一些 所以呢我们无论里长也好还是区长甚至于说市政府的通人 那现在呢其实都有在推那希望说我们的很多的民众呢 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呢让我们的家园的治安呢可以做得更好 是就是走路回家的路上变得更安全 我们要请教韦丽姐很多民众也跟你反应 是有有有尤其是安乐区那边曾经发生一个 对小女生的事 我想我们的市长非常的重视那就在预算里面就编了一条就是碳照灯 监视器然后有那个碳照灯的配置 我觉得这非常好碳照灯因为人只要走过去之后它就会一亮 你知道吗当一亮的时候如果是我们都知道黑暗里面是会有一些负面的能量 那如果说亮的是光明的 所以说当小小要经过那边的时候 他会考虑到我这边是不是可以下手或什么的 所以对治安的讲起来是非常的好 我想监视器的配置呢 最主要是供于我们警方这边来办案查案 我觉得这是一个助于他们来办案查案的一个指标性 所以装置监视器跟这个碳照灯的配置 我觉得颇受一般民众的称赞 对 就是颇受民众好评就是很重视民生的基础建设 其中在中山区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大庆大臣 是是是是 这个要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县市长 为什么讲非常非常非常 因为从我担任议员之后 然后因为什么我们大庆大臣可以说是非封闭型社区 因为他没有管理员任何人都可以进出嘛 所以我一直从我跟那个何经理上一届的那叶理长 我们一就任的时候因为我跟他同年就任 然后我们一就任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提 可是林游昌时代八年过去了 始终我几乎每一届 每一届的市长都会提 而且几乎每隔两年 因为民众一定都会讲 我又想说是不是法律有改变或怎么样 结果提了八年都没有消息 还是一样 因为营建署 这个内政部营建署规定 封闭型社区 属于这个产权所有人要去修复或什么的 就是说别的公交器官的钱是不能进入 可是到林游昌时代我跟现任这个里长 陈家和里长 我们又跟市长提一次 尤其我在议会我有提 市长有重视到 就马上就编了经费 就说大进大成这边 用公共危险的法令 来把他这个原先说不可以的 把他给消除掉 等于是说就可以了 我觉得那么好的一个市长 真的那么苦民所苦 要不然那条路做起来 我们讲这个大进大成 因为生活水平都称之不平 所以说要家门出这个经费很难 然后所以说也曾经上报 那边变成海坡浪一样的 对啊 拍照第一名 拍照第一名的 还打卡第一名的 所以说还被人家这样取笑 所以说市长那时候就听到 然后真的非常感谢市长 这叫苦民所苦的市长 这样的铺路这样的好事 信义区是不是也有 是不是有社区 报告小军 我们信义区这边像威震八方 那还有呢我们蛮多的社区 那其实呢都有这个受到 我们市长的这个帮忙 那像比如说重法街这边 也是一样长期以来 那因为这个私有 但是是公众通行的道路 那缺乏呢就是需要这个 所谓的这个铺设的一个相关的法规 那我们也常讲就是 就是要有骑到才能骑入这个门里面 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也非常的感谢市长 那就是采纳我们就是当时候 在这个去年的总资讯上的时候有提到 提到相关的这个我们新北市跟台北市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行政法规相关的一些事物 来去做我们的整体的私有公众通行道路的铺设的部分 那也非常的感谢市长 那采纳这样的建议 那让我们的很多的基隆市很多的道路呢 本来是不能够铺设的 那现在都可以做一个铺设 那真的非常的感谢市长能够广纳建言 对 陆平这件事大家真的都很有感 另外就是还有一些休息的空间 像是我们的大佛广场 是不是 大佛广场因为前日我看到市长的直播 他有提到编了准备要编500万的经费 来打造一个文化观光圣地 然后呢也很感谢大佛传世 他把那个观思音还有那个狮子 整个重新做上漆等于穿的新衣一样 就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 因为我相信基隆人很多都土生土长就像我 我从小在基隆出生的 所以说我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 我们去远逐不是旅游 是远逐就是要用走路徒步的叫远逐 我们老师都会带我们到大佛禅寺那边去 就是说到基隆寺的中正公园 其实像我这年龄的 每一位几乎都历经了 可是过去的20年几乎都没有 没有去动到那个地方 就是说在那个地方都没有什么建设 就是还是依循我们儿时的那个 那某些地方已经荒废掉了 像成功国中那个地方啊 天鹅洞 天鹅洞那个就我们小时候在那边玩的 你知道吗就感觉不出有什么变化 就是说第一个小时候的回忆没有了 因为现在已经都已经 整个区块跟以前也不一样了 那也没什么回忆听得懂 但是保有回忆的还是大佛禅寺 因为观世音菩萨在那里 那我记得小时候很多人都会在那边 带着小朋友在那边游玩 我觉得那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休息地方 又可以观山观海 看到我们基隆港整个那个蓝带 真的是蓝带 那非常的漂亮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觉得市场这个构想 这就所谓的基础工作 很多的基础工作不做好 而不是做大型的做在市中心 当然市中心也要做 但是你不能做了 很多东西都是有弊端的 这样就很不好 那当然我上次再讲一句 我说基础建设要做 人家才愿意来 譬如说你很多地方你不打造好 你叫人家来投资谁愿意来 我现在还要花大把经费 除了我要在这边行销之外 我还要建设 你说现在这种景气 像我们到国外去 人家都是把那个地方整好之后 然后再招商 人家就愿意来也会带来人潮 所以我觉得市场这种构想 构想跟执行力 这是No.1 就是完善游戏空间的规划 然后另外就是着重民生基础的建设 路平灯亮水沟头 这几部分 它都是做得非常的彻底 让民族很有感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注的 就是一些很多不同声音的面向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基隆市老旧公车 我们的鱼山发鱼翼座 它有准备一直109年 它在执行公车 执行公车10年以上的现场的执行画面 我们一块来看看 其实那时候就有这个公车老旧的问题 超过10年以上的公车到底是几步 应该是10步 在业务报告的时候 市长那天的回答是6步 10年以上公车只有6步而已 用这个数字来骗我们全基隆人 来骗我们议会 那天都提醒你了 不相信只有6步 我只好去查 你现在不用问处长了啦 我跟你公布答案 截至目前为止是39步 有两辆超过10年 19辆超过11年 8辆12年 9辆15年 甚至还有一辆是已经17年了 现在超过10年以上的公车是39步 交通处长你知道吗 你是公车署的主管机关 用这个数字来骗我们全基隆人 来骗我们议会 公车署自己知不知道 我再告诉你一个 市长 你知不知道 再过不到两个月 超过10年以上的公车会变成几步 要回去再精算一下 所以市长的资料6步 跟我这边的39步 那个是当初有复差 所以有提供错误 那我业务报告的时候不是提醒你吗 不只我 王行之议员又有提哦 再过58天 还有12步是2011年的 你有51步公车 是超过10年以上了 155步里面的51步 三文字一辆 讯息错误的太离谱 差距太大 编务行员来骗我们了 已经提醒你有错了 你们在自我感觉两个公车 只有几台比较久而已 几年没有买新公车了 要申请这个电动公车 那公路总局他省得没有核准 公路总局没有补助 所以两年没有购买 这些老旧公车 每天在外面这样跑 这么多的民众在搭乘 安全问题 甚至于 有没有买过中古的公车 二手的公车 因为调度的需要 赶紧购买两步来应急 没有申请到补助以外 你赢了也借不了钱了啦 财源短缺 所以这一点 我也不用去太过多追究了 所以短期之内 看不到先的公车啦 电动公车 你又没有地方可以让它充电 所以你电动公车 你也是自爱难省啦 这些老旧公车 怎么办 市民在恐惧当中 搭公车 你编了多少钱 帮公车处买车 因为现在 中央没有了 地方也没有自策款 所以你三年没买车的嘛 自策款是 市政府拨钱给你 还是你公车处自策 106年有买五辆的中型公车 是市政府补助一千多万 也有工种的补助 都有补助 九牛一毛啦 公车处的钱 也是市政府的钱啦 公车处每年在举债 都是市政府去填补 那必须把这一点说清楚 公车处要买新车 你就应该补助他多少钱 让他去买公车 而不是公车处去借钱 去举债 买了之后 你说你就欠人钱 我还保护你 公车的一个安全跟品质 我想这是市政府责物旁贷 我想也是我们一直以来要求的 要跟你稍微致歉一下 刚刚我询问我们公车处长 他们有紧急采购了两部中型的中古公车 这一部分我的确不知道 我想这一部分应该公车处 我们会深切来就讲 可以看到109年的时候 发哥他在质询的时候就发现 中古公车其实已经过半百步了 我们要请教发哥 事实上当初市长在回答说 金融市10年以上的公车 只有6部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讶异 所以我绞尽脑汁 想尽办法 用尽各种方法 去查出所有每部车的车号 品牌跟年龄 我把它查出来 跟市长讲的差好多 那时候我就是提醒了 因为我们今天要讲公车这个问题 我们并不是要怪罪前草 也不要甩锅 因为大家现在在讲说 金融市的公车很旧很古 很老旧或怎么样 告诉你 自从当初李进勇市长时代 那时候我在当里长 就已经听到金融市议会 一直在讨论公车亏损 公车老旧 怎么办 怎么办 因为现在全台湾 可能就剩下我们金融 好像还有一个是嘉义吧 金融跟嘉义 是公营的公车 其他都名化了 那公营的公车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我们一些比较偏远的啦 一些社会福利啦 像你看你到基隆市的其他 其他除了基隆市公车以外 其他就没有给你什么什么 什么敬老免费的什么都没有啦 所以民营化有民营化的 有优缺点 但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有公营化的话 我们市政府确确实实在这个 这个公车的 公车的亏损上 确实是已经讨论了非常非常多年 二三十年了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要甩锅给钱草 而是要告诉大家 这个影片是我在109年 换句话讲已经好几年了 我就在跟市政府咨询你十年以上的公车有多少步了 已经要过半了 我等一下还有另外一支影片 我可以来更加证明说 不但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而是真的就是把这么多老旧公车 就这样延续到现在来 那现在大家一直在讨论说 为什么现在也买老旧公车 其实中国公车不是在现在才买 我们早在几年前 刚刚市长的回答就讲了嘛 他们买了两部 他后来才知道 这个他们要深陷检讨 检讨完之后他们第二年又买了十几部 所以不能去怪说基隆市政府去买中国公车 因为基隆市的公车一直处于亏损 亏损的情况是要 我们没有钱可以买新的 再加上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政策 就是中央要求我们 2030年全台湾所有的公车 全部都要改成电动公车 那么以现在来算只剩六年 你剩这六七年时间 你先去买新的公车 六七年之后再来淘汰 所以市长在就任之后发现到完蛋了 基隆市有一半以上的公车都是十年以上的老旧公车 故障率非常差 而且尤其前一阵子 林前市长到卸任之前 花了好像八百多万吧 把一些公车全部都喷成白色的 各位记得吗 当时是只有喷漆没有板金啊 外面喷得漂漂亮亮 里面是下雨漏雨 东西破破烂烂的机械故障 所以那些老旧公车后来外表很好看 可是故障率非常高 那市长刚好就任之后发现到这些问题之后 刚好疫情过后 有一些游染车公司倒闭 他有一些二手车 车况还不错耶 他是因为疫情经营不下去嘛 所以就把这些二手的中古车 买来先让我们基隆市 现在这六到七年之间 先有把这些老旧破损 一二十年的老公车 先让他暂时可以使用 不要再一直在那个恐惧当中 为什么他只有六七年 因为我们2030年政府就规定 全部要换成电动公车了嘛 哪有可能你这会花那么多钱 再去买新的来淘汰 机动室也没那么多钱可以买嘛 刚好有这个机会 我想这个商业模式 我是绝对支持的 你用这个性能还很好的一些中古车 只不过是人家倒闭了嘛 疫情嘛 这车况还很好啊 而且他又可以坐到四十几座 很适合我们这些 像现在那个R路线的 现在客运公司认为不赚钱都不跑啦 还不是我们基隆市公车数 又扛下来跑嘛 你没有车怎么跑 所以我们从155步到现在是160 63到64步嘛 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承接 人家亏损不想开了嘛 从前基隆客运那个R路线 他们都不开了 还是要公车就开了 那现在我们公车的抛锚 大家就来怪怪这种事的公车 事实上在111年的总质询的时候 我就在质询 10天里面坏了13次 光我收到的信息就13次 来我们等一下看这个影片 我有影片为证 一块来看我们110年发个咨询公车故障的画面 公车委外修理的事情 自己在经营这个修车厂的时候是5500万 现在委外的时候一年大概3200万左右 虽然省了一些钱 可是帮忙很多公车 公车的妥善率 维修的妥善率非常之差 定令的一个条约 两天之内要出厂 否则会罚款 所以修车厂厂厂经厂就是赶快 去夸近修理 夸近修理 也没有慢慢的仔细检修 像我们上次安南桥公车这个事件 这个判读下来是只有加油的讯息 没有刹车讯息 可见这次车子故障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现在我们公车的车况 你给自己打几分 故障率的部分 我自己打应该是70分到80分 70分到80分 我告诉你我给你59分 我不会空虹说白话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图片 就是我们公车抛锚在马路上的图片 你知道这个画面 在基隆出现的频率有多高吗 有很多的民众 觉得我对公车处有很多的见缘 所以经常会提供一些讯息给我 看到计程车司机或者是我工作团队 或是说一些亲朋好友传来给我的讯息 一个礼拜前我往前统计的10天 10月23号到11月3号 短短这10天里面 你猜看看 我们发现了几部抛锚车 不管大故障小故障 停在路边 人家看你车拍的 大路边拍几个点钟 从10月23号到11月3号 光我这边接到人家 回应给我的就已经有13次了 里面有一部更离谱的叫FH056 英文字母在前面的表示 他的年字不是个人 10月23号下午3点抛锚在循环站 第二天早上 抛锚在海洋广场 隔了几天 11月1号7点半 又在东俄大楼 又抛锚了 其他的车辆 10月25号 西渡国小 抛锚了一部 10月26号 百福水庸汇馆那边也抛锚了一部 10月26号中俄路口 10月29号 国军福利中心 10月31号 火车站北站 11月1号 东俄大楼又坏掉了 11月1号当天 再来一个 在港湖渠道 当天又再来一个 在七堵火炭坑 11月2号 在六堂工业区 11月3号 水源路二项 11月3号 松宝国宅附近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这光是我们看到 发现到的 就这么多了 我今天敢在这里 公开的讲 有评有据 你回去可以查 你的公车 有没有这样抛锚 10天 既既既然看了13天 所以我对公车 车林老旧之外 你们现在的委外维修 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们 那个公车维修的妥善率 真的是有很大 很大要改善的空间 为了保障我们市民的 这个生命财产安全 真的要多花点息思 把公车数好好整顿 到今年年底为止 我去年的时候 就要问你 就是今天 你知道你基隆市的 10年以上的老旧公车 几部吗 41 41啊 我这边统计是50几部的 最近 买了两部中古公车 8年多的公车 还换掉10几年的公车 你们还有13部 总共要凑成15部中古公车 台北市的公车淘汰标准是 满8年就要淘汰掉 我们基隆市的公车处 是去跟人家买满8年淘汰后的公车 为什么 那没完十年嘛 等到他要满10年的时候 市长歇任了 换下一任市长了 说为了应急我们也 不愿多做苛责 我们现在看这个图片 你看你的公车 啥啥啥啥啥 啥啥啥啥 啥啥啥啥 看到我真的是觉得心酸又心疼 这就是我们基隆市的公车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招标 在年底就来执行这个 招标你招标155部吗 全部都换吗 没有就是监队这些车况 比较深秀的部分 已经有招标了 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踩过新公车了 你目前超过10年以上的公车 63部了 占了我们公车155部里面的41% 保安基市长是10年以上的老车了 因为明年还有一些公车要超过10年 明年我们的林市长卸任之后 留给下一任的市长 我们将留给下一任的市长 78部10年以上的老旧公车 下一任市长要接的时候 是接入保安基51的中国车 10年以上的中国车 都是老旧公车了 10年以上是41部 没有到61部这么多 要我跟你核对车次吗 2003年的一辆 2005年8辆 2008年一辆 2009年18辆 2010年的两辆 2011年的12辆 2012年的有21辆 到时候 就60几部了 再加上你现在再买的这些8年多的公车 到了明年就9年多10年了 下一任市长接的是10年以上的公车 过半了 十几年 換成八年 完的嘛 过一年后 他变成10年的老公车了嘛 这个议题 我想你听懂就好了 我也不必在这边多说啦 如果财政上没有办法买新公车 我在这里说也是够公的啦 我还可以看到 那时候110年就说到了 中古公车要留给下一任市长 就高达78部 79 79部 对 我最后讲了一句话 如果没有人买 我在这里说也够公的 比较多是够公的 真的 这几年来确实没有买新公车啊 对 为什么 我向各位报告 有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 从民国112年开始 我们政府就停止的补助 柴油车 只补助电动公车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哦 那我要反问 为什么民国112年以前 政府有补助你买 那个低底盘公车的时候 为什么当时的政府不买 我们多少年没有买新公车啊 去买8年的公车 我在咨询嘛 你10年的公车太多了啊 结果要去买8年公车回来 然后 10年以下的公车数量就减少了 可是两年之后他卸任了 这些公车又10年以上啊 所以 有一半以上的公车都超过10年以上嘛 所以你说谢市长他不买一些车子来 来太旧换新 怎么办 你要买新的 我们又没那么多钱 那刚刚有讲啊 他们有办招标啦 那个车辆老旧啊 有啊 招标啦 花了800多万啊 只有烤7 没有半斤 屋里一样漏水 所以 现在市长 已经在112年的时候 知道这件事情 中央不再补助柴油车 那当初 我试问嘛 吉隆市到目前 为止有没有一部电动公车 没有 所以人家 其他县市已经在流行 电动公车已经流行十几年了 吉隆市到现在没有一部的电动公车 那么现在市长宣誓了 中央虽然要求我们2030年 也就是现在算起6年后 6年之内要换 市长已经宣誓了 他已经在112年 就编列了所谓的追加预算 换句话讲 他在111年底 就在前一年 就已经有想好了 他要把公车换 而不是现在外面传的费费扬扬 说什么的 市长对公车不重视 或是故障 或是怎么样 这个公车 在去年 市政府就编列预算 在今年112年的追加预算 有通过了 委托专业顾问公司 办理市区公车 太久换新 为电动大客车的规划 为什么 因为现在政府只补助电动公车 没有补助柴油车了 所以市长也宣誓了 他要在两年之内 这个计划案也都想好了 也都写好了 是送到中央送审 唯一可能怕到的就是 中央万一不核准你 要不然市长已经宣誓了 两年之内 要把基隆市所有的公车 全部换回电动公车 那当然 有人说 是因为他争取的 我想我们在这里不要工 有影片为证 历年以来 基隆市的公车 就是大家很沉重的负担 那我们不是甩锅 也不想要推卸着人 只是要把历史把它还原 那现在 谢市长这么有能力 这么有魄力的 在两年之内 要把它全部换成电动公车 是基隆市有史以来 最大的创举 我想我们应该给他掌声 而不是在那边一直唱衰 甚至于用抹黑扭曲的事实 来这样扭曲掉 我们应该给好的政策 多多给你支持 对 就是要给好政策支持 小军 我在这边补充一下 如果大家刚刚有听到我们发哥讲的 就是说林永昌卸任的时候 那时候是还没有 他是没有编这笔预算的 就是 就是我们 那个谁 谢市长 就任之后 所用的所有的预算 都是林永昌的时代 林永昌卸任之前所编的预算 所以你说公车坏掉 跟他时代是也是 他等于背的是黑锅你知道吗 所以他在今年度 在112年的时候 他就发现到这问题 就马上就追加预算 就刚刚发哥讲 然后实施我们中央的政策 他马上就做这动作 事实上林永昌时代的时候 中央是不是有实施这个政策 有 他刚刚在那个VCR里面 也有提到 在那个 也有提到 那时候他说 要买电动公车啊什么 但是我发觉 过去了 都没有 都没有 反而买了78部的 79部的是吧 中古公车 对啊 然后图图 图图油漆 然后里面下大雨 下小雨 然后那时候还 椅子上面还有 还有钉子突出 这样子 是这样的 可是那时候都没人反应 然后把这个嫁祸 可以说可以说 转嫁给 林永昌来 谢国良来承担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实在是很不合理 所以我们推算一下日子 就是林永昌那时候 卸任的时候 预算是他编的 明年度的预算 然后实施 实施那时候 是由谢国良承接 我觉得从头到尾 跟他真的很无辜 你知道吗 对啊 所以在这边要澄清一下 是 世玉 我会补充一下好了 那个 其实 这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就是我们从 上一届的时候 我们就有在讲说 就是 林市长 林前市长做的就是 就是我们常讲说 就是他花了钱 去做这个烤漆 但是问题是呢 大家那个时候都在调侃说 你没有板金 你很多该换的东西 没有去换 然后该做的东西没有去做 包含说电动公车这个部分 其实那个时候就可以 开始去做申请 或者是买这个新工程 那个时候有补助 不像现在没有补助 就他那个时候都没有做 所以实际上面来说的话 当然我们还原整个的真相 让市民朋友们 大家可以更清楚说 并不是说今天 所有都是我们 谢市长的错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非常的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 我们那时候 204工程 我记得那个时候也有上新闻 那时候还怎样 我们的底盘还破了一个洞 对啊 那时候真的很夸张 真的很夸张 大家骂翻了 底盘破一个洞 后来怎样 后来就补一下 然后补完以后继续上路 我说这个也是真的太扯了 我说从 当然现在来说的话 既然说 这个谢市长执政 那市长的话也很有魄力的 现在也有在 努力在往这个电动公车的方向 去走 而且其实去年度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在推这个规划案了 那推规划案的部分的话 接下来当然就是 整体的去做 泰换这个 这个为电动公车 我觉得这个才是市民之福 我们一样一样来做 而不是一直批评 谩骂 甚至于扭曲事实 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 我觉得真的太过分了 我再补充一下 刚刚我们在那个执行的 VCR画面 很清楚可以看到 我那时候就在讲说 人家外线市都在换电动公车的 既然市为什么没有 当初一个很好的理由 就是说我们的公车 没有自己的家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设充电桩 所以没有办法设充电桩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没有办法申请到 电动车的补助 所以电动车到目前为止 全基隆市没有看到一步 那现在谢市长 他突破了 我们已经即将在基隆市 全面都电动化了 我想这是就像刚刚讲 大建大成那个铺路的问题一样 可为而不为啊 解决问题 好 你没有办法买电动公车 那中央有补助你买低底盘公车嘛 那你为什么都不买 你只为了当时要 我记得是成博会要举办的嘛 把这些公车全部喷成白色 花了八百多万嘛 只有喷漆没有烤漆嘛 啊我们现在 花了这些钱 去买中国公车 这是大概好像不到五分之一的价格吧 新车的不到五分之一价格 你用这个钱 可以先买 去把这些 钱草留下来那么多的 一要十年老旧公车 暂时可以先用 所以 两年之后 中央是要求2031年要全部换电动 现在市长已经 应该是2026年吧 2026年提前四年 就要把全基工事的公车全部电动化 全部换新公车了 我想我们应该为这个政绩来喝彩 是 文艺姐 我想刚刚 那个余颖有提到 你想想看八年 那时候去收购八年的车子 八年是要做淘汰的 然后卸任之后留给 留给那个 下一任 下一任的 那谁不知道谁会当市长 对啊 留给下一任 因为反正他也不能选了嘛 对不对 他入阁了 也不知道那时候还入不入阁 反正就不能再选市长 以至于他就留给下一任 那你说下一任要不要接 当然要这是财产 谁接谁都痛嘛 对啊 谁接谁都痛嘛 所以才会产生 现在被大家骂成臭头的这种状况 事实上你说 那个谢国梁是不是背了黑锅 真的觉得蛮冤的 真的 不过说起来就是让人很期待 就是未来两年内 对不对 要全面 金融社公车会变成电动公车 真的很令人期待 解决问题 对要解决问题 那一样令人很期待 就是未来我们的东岸发展会怎么样呢 不过在这发展之前 我们先来带大家来看一看 法院已经认证 东岸市属于市产 反恶罢 一定赞良 我们不同意罢免 国民党基隆市议员蓝敏黄 于三发郭美秀 特别召开记者会表示 针对东岸商场产权 目前基隆市政府 在法院及行政院财政部认证下 已经获得四连胜 这样的结果已经清楚定调 市府依法行政 合法没有问题 今天本党团 特别召开记者会 主要是要向四名朋友来报告 这个东岸商场的争议案 已经延烧将近九个月 如今这个水落石出 那么也证明谢国良市长 一切都是依法行政 完全合法 而且互产有功 这个OT案用ROT来执行 一直以来我们的 我们的这些质疑 现在法院也认证了 我想连政府 中央政府自己也认证了 已经把这些 NAT的这些都已经驳回了 我想现在还我们市长一个清白 罢免案我觉得起源是在于 NAT这一届 东岸停车场这一件事件 那既然都已经司法判身了 还有财政部已经驳回了 所以说这个理由正当性真的是不够的 基隆市政府谢国良所有的预算 都必须经过财主单位审定 送议会通过之后才能够动职 这个是法律常识 理由上市长也很迟到 所以绝对没有乱花钱的问题 既然预算都是市政府通过的 哪有什么乱花钱的问题 他只是在执行合理的预算案 那么再跟大家补充报 谢国良才上任一年多 他还债了9亿多 比起林又昌做8年还债26亿 过去他还债26亿 我也是给他肯定 可是如果林又昌要说他乱花钱 那我觉得谢国良市长 反而比他更省钱 更未还钱 蓝敏黄最后强调 罢免案将在10月13号星期天 举行投票 呼吁基隆市民理性面对这场罢免选举 请大家踊跃出来投票 用不同意罢免来反制 有心人士的遏职操作 以避免台湾陷入一连串的罢免潮 这就是看到我们东岸商场的法律站 金融市政府是四连省 我们要先请教市域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其实真的蛮 应该这么讲 就是说法院都已经认证了 我们非常多次的话是市政府 确认这个东岸的这个停车场 东岸商场是我们基隆市的市场 那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东岸这个商场这个地方的话 有两个 其实大家都误以为说只有一个弊案 就是东岸这个地方 不是哦 是性恶立体停车场也是一个弊案 那是从性恶立体停车场 发现这个大日的问题的以后 然后后面的话才衍生出来东岸这个商场 他没有所谓的这个资格 就是受到财政处去做一个这个机 等于说做一个这个调整这样子 那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其实 我们也知道说大日的话其实是跟Net是合在一起的嘛 所谓的协作厂商 既然大日跟Net都不是这个所有权人 那为什么到现在 到现在还霸占在东岸商场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整个基隆市民来说的话 我是觉得就是说现在帮他们讲话 或者是帮腔的这些人 甚至于说还要去参与这个罢免团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应该啦 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们本来就是无罪推定原则 那无罪推定原则的话都证明说我们市长 他并没有所谓的错误 而且甚至于说他为了捍卫我们基隆市民的财长 他挺身而出 而且作为一个市长应该做的一个角色 那所以说我们应该是赞扬他 而不是去诋毁他 那至于说呢有些萧小分子 或者是躲在这个阴暗处的这些人 这些很糟糕的这些人应该是要把他修出来 所以呢前几天我记得市政府这边也有提到说 相关的像东岸的部分的话也是希望能够请这个检调 或者是连政单位应该要仔细的去做一个审查 那到底有没有像刚刚所说的合约的问题 合约从OT改成ROT 那这个部分的话怎么会会竟然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个在一个标案来说的话 我相信应该很多只要懂的工程的人都认为说 这个是绝对有问题的 结果竟然都没有事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应该的 是也就是两个礼拜前就是上个月嘛 那时候大日开发的行贿虚报应收做假账 就是被起诉了嘛 威力姐是不是有不应该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个东岸商场当初在招标的时候 是用的是OT案 那后来有什么情况之下变ROT 你既然用OT案在公开招标 如果要变ROT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重新的再重新公告来招标 因为两个不同的项目 不同的那个事项嘛 所以但他们那时候为什么没有做这一点 我觉得蛮奇怪 然后像我不知道检调单位 现在有没有介入啊 我觉得照理讲讲应该 像如果我没有记错 以前只要议会有什么议员提出质疑的时候 检调单位都会进入调查 可现在好像我不晓得到底有没有 这我不清楚 那最起码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市场保住了 因为谢市长他极力的争取 然后更可笑的是被告 然后还告诉 你知道被告 告诉人 告诉人还告诉 这不是很扯的问题吗 从这里面就觉得 这 他们到底 到底是在想些什么 一点正当性都没有 剥夺人家的视材 然后当初受贿 受贿前政府的OT变ROT 然后还来成为告诉人 这不是很扯的问题吗 所以觉得一场闹剧 然后为了这个来罢良 我觉得如果大家有知识 大家如果了解这状况的话 你们会罢得下去吗 所以我们坚决不同意罢明 是 我们要请教发哥 好 谢谢 那个要说到这个案子 老实讲要好长的时间可以谈 因为里面错综复杂 当时我们的韦力姐是当议长 我们在议会 就曾经送请监察院去查 为什么你OT案到后来被ROT在执行 换句话讲 你当初飙出去 花这么多的租金 只能收停车场 一个月 一部车一个小时才两千二三十块 可以收而已 我这个租金 这这个五年的 好像要将近五亿吧 这个钱我怎么赚得回来 没有人敢来标 那我们 他就 就大乐公司敢来标 标了之后就马上让 第二个月就马上答应他 改成商场 商场是二三十万在收 跟二三十万的停车有差很多 所以 那时候我们在议会 就觉得很质疑 怎么可以用OT案 挂着狗头 结果才卖羊肉 用ROT在执行 这是违法啦 当时我们 韦力姐在当议长的时候 我们曾经送给监察院 可是监察院 回给我们 是不痛不痒 所以尊重地方政府 所以 没事 这叫理想 现在从起来 来查的话 应该是有事喔 你明明是OT案 招标 怎么可以用ROT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这家大乐公司神通广大 金融市 现在你们知不知道 那个 港务局 现在延伸的 一排的 那个美食街 好尸程啊 也是他标的啊 我们巴豆子车站 那个地方 也有一个 那个隧道 踩脚大车 也是他标的啊 我们的兴二停车场 也是他标的啊 那现在我们 之前有很多说 要罢免谢国朗 是因为说 谢国朗没有让这家公司 继续标 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 现在 这个我们标题上面 写的嘛 他们被起诉了嘛 为什么 当初他准备要续月的时候 有机遇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因为 你 本身 你在标信号停车场的时候 为什么其他 所有厂商要来标的资料 全部在你手上 被检掉收到了 然后被收押禁建嘛 所以他就失去了 招标资格 所以他没有资格当厂商啊 另外第一个 第二个最主要原因 是因为 当时谢市长跟他讲说 诶 你标上盖为商场 这个应该登记为金融市的产权啊 你没有登记为产权 依照合约内容的规定 我不能让你续约 除非你去把产权登记过来 我们才能续约 结果他产权不登记 就开始去告金融市政府了 他就不登记 一直待到现在 房租也不讲 在台北台曾经这样过 所以当时我们就很明确很明确的知道 大日开发跟内特 他们有违法行为存在 那现在好啦 法院已经起诉他们了 那真相大白了嘛 我们谢市长他是维护 那个合约的正当性 你不具有续约资格 你怎么标嘛 对不对 而且最令人怀疑一点就是说 你今天能够为了这么多的标案 其中有一个被抓到 那其他标案有没有 而且最奇怪的 你能够行为一个临时约聘雇的人员 这个人这么神通广大 给你这么多亿的标案 他不会去行为更高阶的人吗 甚至于那些 当天晚上跑到现场 甚至于后来在媒体上的那个 政论性节目 一直在替他护航 我跟韦丽姐 我们在议会 我们当了这个 在议会相处了快20年 还没有看过说有议员同仁 这么大胆去替维护厂商 在政论节目替他护航 在议会替他护航 甚至于骂市长 骂他要罢免他 这我要投资看到的 我觉得他实在应该 给我们金融市政府啊 真的道个歉 这样那么不良的议员 这些议员你们到底 到底用什么东西 又使你要去这么做呢 你明知道这个厂商 已经违法了 你要再护他 我们在议会这么多年 我们都不敢去对违法厂商 做这样护航啊 真的啊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 好人终于 我们台义在说 水清肥就选了 现在事情渐渐水落石出 现市长不让违法厂商继续 在这个地方经营 他是对的啊 他把金融市的财产顾好 是对的啊 为什么凭什么这样子 当天晚上 大日开发自自自理亏了 他已经同意要把那个 整个要交接给我们金融市政府 要点交了 那金融市政府也点交啦 点交完了之后 到了晚上 那个主副公司 他赖着不走 所以 吉融市政府 跟他们所谓的黑衣人 那就什么 就是得标的 微风公司的高阶长官 那些高阶干部 他们穿着黑西装 你们本来说是黑衣人 然后当时我们就是 这一个 这一个地方 你楼上你把我霸占住了 但是我安全不能不顾啊 所以当天就是在 那个大日公司 双方的 甲乙双方的 现场的认同之下 用把这些锁给打开 但是我们打开了哪里 打开的是公共的通道 消防通道 机房 这些公共设施 试问到目前为止 有哪一位厂商的店家 被侵占了 被入侵了 被动到了 没有嘛 可是为什么有人就把它抹黑成 市政府带着黑衣人检索 去侵占 私人财产 哪里侵占啊 这是 基隆市 政府跟大陆公司的 合约里面的范围 公共通道 安全措施 消防设施 基电设备 这些本来就是要畅通嘛 不然像你 主副公司 之前在台北市 占据的那一个 红楼旁边 那一个商场 占据了五年 赖着不走 那如果我们当初 没有这样跟大陆公司 做完这个交接 把这个公共通道打开的话 到现在还锁在那里 我们的东南停车场 不能弄这次不能弄 他到现在住心也不缴啊 又把这个又 重来一次 所以我们说 这家 这家 这家主副公司 老实讲 真的是 有点太嚣张了 他为了要逃漏税 为了要不给基隆市 那个 那个叫什么金啊 全益金 全益金 因为当初我讲好了嘛 你们营业额到多少以上 你的营业额 就要一半给我 各位知道吗 我们会来去查 2012年在疫情期间 因为2013年 这个爆发这个事件 我们就只能查 他之前的 诶 账面上看起来没什么 他不用给基隆市的 那个 那个 结果一查 他们是用怎么样 他们是把他画 把他给打散 我们去百货公司 是不是 每一个人到专柜去买东西 买好之后 要到百货公司去结账 百货公司把这个 营业额做统计之后 你结完账之后 单据给你 你再去柜台买东西 而他们是反其道而行 每个柜台各自结账 每一家公司自己报账 后来我们就去到国税局去查嘛 查你们每一个专柜 每一个营业额 查下来2012年疫情期间 你们知道吗 他们在讲说 东南广场怎么可能 一年做到12亿 我告诉你 光是疫情期间 2012年 每一家 光Net跟保雅两家 加起来就三亿多了 三四亿了 整个东南的营业额 七亿 七亿六 你要给金融市多少亿的 变动全力金啊 各位知道吗 林市长主政的这几年 金融市政府收到多少钱 印报钱都没有 因为他们是各个专柜自己结账自己去报税 所以大陆公司他不用给金融市 我们金融市损失多少钱啊 你现在账面上看到只是税金啊 有多少我们金融市应取得的权益金不见了 那市长不让这种违法厂商继续做下去 做了吗 要因为这样就要被罢免吗 然后有人为了维护违法厂商 就把他影射说他带着黑衣人 失闯人家的什么 为了这样要罢免他 我想这种 为了维护非法厂商 而去做的这些栽赃抹黑扭曲 我想这应该会受到报应 老天有也 好 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三位异作 带大家来关注大家最近吵得非常沸沸扬扬的议题 那剩下最后五分钟 我们要请三位异作 再跟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呼吁一下想要表达的内容 我们先从示意开始好不好 好 其实要跟大家讲就是10月13号 那就是还要拜托电视机的观众朋友 拜托大家 那就是说呢 一定要出来 那参与 那其实呢我们的谢市长也才做的将近 将近一年半两年的时间 那其实很多的政策都在推 那也没有所谓的跳票 因为一般的跳票应该是四年到了都没做 那叫跳票 这个也让很多公职人员 大家参与选举的人 大家也觉得说奇怪 为什么保鲜期就只有一年 一年到了以后就要去罢免人家 我觉得我们基隆人 我们的乡亲都是很善良的 而且很纯朴的 而且呢大家都是彼此都会互相帮助 所以我觉得说呢 应该是一定要出来投不同意义罢免 谢谢 卫力姐 亲爱的金融市市民好朋友 我想这次罢良行动实在是 在我眼里感觉是胡搞瞎搞 因为完全没有一个正当性的一个真正的理由 今天谢市长是有贪图或者图力 或者有一些不法的我们竟可以拿出来 可是你们有没有发觉 从头到尾就是阻碍我们金融市进步的脚步 就是每天就打击你霸凌你霸到你 霸到你都不知道 好像每天都在那边做解释 但是我觉得我们市长蛮有智慧的 他就往前走 一样把市政都每天跟我们金融市市民报告 我觉得他是个头脑非常清楚的人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抗拒 而且要非常的要拒绝我们这个霸凉行动 我们一定要投10月13号 一定要去投不同意罢免 谢谢我们金融市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谢谢 谢谢卫力姐 发哥 好 谢谢 而且我想刚刚把这个事情的蓝涌去蓝尔文 做了一些解释 当然以后有人说 为什么你不上真人节目 真人节目就不让我们去啊 他没有邀请他 NCC的平衡报导里面 民进党籍要几个 国民党籍也要有 结果他只要说金融市的不好 都找金融市的民进党的市议员 要找国民党的 他都找桃园的 要平衡报导 不让我们金融人去讲啊 他如果让我们去讲 我就可以把这个一无一死把它讲出来嘛 对不对 所以 各位有没有觉得 没有平衡报导 我们从前这个法律 法律知识很薄弱之前的 从前的朝代 是杀人灭口啊 现在比较现代化 是变罢免灭口啊 你准备把这个市场给罢免掉 不要把其他事情再挖出来 所以我觉得 不但是 罢免灭口 我觉得他是霸凌耶 你看那个多少的画面 你在学校 如果你家的孩子 在你的职场 在你的学校 受到人家这样子的霸凌 而且甚至很多外线市的人 来基隆霸凌我们基隆人 然后骗我们基隆人说 一定要出来罢免掉这个市长 我们基隆人没有那么笨啊 所以在此 真的要呼吁大家 10月13号 还是有很多人搞不清楚 因为我们有史以来 第一次在礼拜天投票啊 廉价四天 很多人可能安排出国旅游 出去放长假了 可能赶不回来投票啊 万一这个 当初要将近十万票 才能够罢免掉市长 现在只要七万六千多票 就可以把市长罢免掉了 万一当初 投给他们的那些人 出来投给罢免市长的话 那市长不是白白就被罢免掉了吗 所以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不同意罢免的人 要胜过于罢免的 这样这个罢免案 就有另外一个转机 要不然如果大家都不出来投 只有罢免人去投 那是肯定被罢免的啦 对啊 要记住 一定要去投票 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罢免 一定要投票 不同意罢免 不同意 不是说我同意就好 我不同意就好 待在家里 不同意等于是 票数数人家 跟他一样同意 所以还是以票数 所以一定要票票入贵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三位益座 带大家关心基隆的发展 相信我们的基隆一定会越来越好 谢谢三位益座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谢谢小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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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再见 谢谢 richness 知不知道 炻